HELLO 大家好我是朋友 今天來分享的是歐美國家開發的掌機 這台GameBoss 它是一台RK3326掌機 是的你沒有聽錯 又是一台RK3326的機器 那從最早大陸出的RGB到後面的RG351 韓國OGA到後面的OGS到現在歐美國家 大家都在做RK3326的機器 那如果不了解RK3326的機器 能夠跑一些什麼模擬器 可以趕快複習一下里有前面的影片 其實我介紹過非常多類似的機器 這台機器呢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外觀造型 跟手感來講 跟我過去開箱的機器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覺得這一台的外觀 會比較像NEOG有出的掌機的那種感覺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配件有什麼吧 GO 好配件又拆出來了 帶大家依序看一下 首先呢它有一個 這個像眼鏡的擦拭部 好再來呢是一本中文的說明書 那雖然它是國外開發 但是它這邊全部都是中文的 好再來就是它的收納包 這部分非常特別要提一下 因為像主機的部分 有其他原始的可以去選擇 但是不管你買哪一台顏色 它統一標配的就是這種 蒂芙尼綠的這種收納包 那上面的部分呢 可以讓你收納一些線材的部分 下面有兩個彈性的綁帶 讓你固定掌機 好那就像剛才說的 機器的部分有其他顏色可以選擇 我就把其他兩個朋友買的顏色給大家看 有這種卡其色還有這種綠色 那我自己買的是這種橘色 這部分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主機的部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掌機的部分 中間採用的是3.5吋的IPS面板 然後呢標配的底配還有ABSY 那大家仔細看一下 左右都有一個小小的喇叭輸出口 那往下看呢 有兩個小小的燈 左邊的話是電源指示燈 右邊是狀態燈 所以你可以從正面這樣子在玩的過程中 就可以快速了解機器的一個狀態 好再往下看呢有兩個類比搖桿 那右下角的部分有設計選擇跟開始鍵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左邊它有做兩個功能鍵 可以讓你去做一些快捷的設定 中間還有做一個HOME鍵 這個算是掌機裡面 按鍵的配置來說相對比較豐富的 好那上面有RL鍵的部分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RL鍵的地方 讓它往往向外延伸 好往上看呢還有一個電源鍵的設計 那左邊有一個記憶卡槽 這邊也跟大家補充一下 如果你買的這台GAMEFORCE掌機 它是RK3326的架構 你沒有系統的情況下的話 你可以加入台灣的一個FB 叫做電玩怪盜團 它裡面有提供免費的這個系統檔案 你可以直接去下載 那好處就是它的系統檔案 都是環體存維 它都有做優化的 好再往底部看的話 它有一個重置口 它中間的話有一個Type-C的一個充電端 左邊的話有一個音源外接 你可以接耳機 或者接其他喇叭去玩 那螢幕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去考慮一下 如果就RK33266要大螢幕的話 就是RGB10MAS的部分會比較大一點 它是5吋的螢幕 好後面部分就是一個素面的設計 好接下來我們就開機來看一下它的效果吧 GO 好現在Ryu已經開機了 那因為我這個是從國外代購的 所以它是沒有系統檔 就像剛才有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從這個電玩怪盜團這邊 去做一個系統的下載 那下載好之後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模擬器選單 就是全中文的 那它可以支援的模擬器的總量是非常多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圖表的部分 基本上它可以運作的模擬器呢 算是非常豐富了 它裡面的模擬器呢 也有做好這個版本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就進到遊戲呢 操作給大家看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運行的效果吧 GO 好現在已經進來遊戲了 我們就做一下簡單的遊戲的操作 那系統的話 它都是幫你做好就是中文化的 你只要自己加入遊戲就可以了 那什麼中文化的介面呢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透過熱鍵之後呢 可以檔案裡面對應的這個RA的選單 你可以發現它全部都幫你做好中文化了 所以你要做存檔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細節設定 都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我們再操作一次 剛剛已經做好存檔了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上面的部分 所有地方的選單 全部都幫你做好中文化 那你可以從這邊呢 去做一個比如說手把上的設定 那機器的部分是可以去 任意修改一下按鈕的位置 那機器的部分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這台它是有整合這個Wi-Fi的 好那剛剛已經存檔過了 我們先自殺 自殺之後呢 我透過這個選單呢 我們可以呼叫出剛剛的存檔 我們就用載入 然後就回到剛剛的位置 所以它的任何的遊戲呢 都可以通過RA的部分呢 去做一個快捷的一個存檔操作 OK我們再一下試一下其他的模擬器 好現在執行的是PSP的模擬器 這個是三國無雙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在RK336機器的表現就是這樣子 就即便跑中PSP的模擬器啊 重型的這種遊戲的話 基本上它的幀數都還是可以到30左右 好那或許它沒有辦法到60這樣的高幀率 但是你可以發現其實玩起來的話 不管是畫面的流暢度跟聲音來講 都不會有太大延遲的問題 好再來就是剛才有提到的 除了RA模擬器的選單中文化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的這個PSP的模擬器 它一樣幫你做中文化 好那我看已經有做好即時存檔了 我們就按一下載入 好我們就可以切到呢 上一次的選檔 有沒有畫面就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包含設定的部分 你都可以透過選單上面呢 去做其他更多的細節上的調整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好現在試的是PS的模擬器 基本上它的表現也是非常OK的 好那先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畫面比例好像稍微不太一樣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選單裡面呢 找到影像的地方 找到縮放 把它調成4比3 看起來可能比較舒服一點 再給大家看一下有沒有 畫面上就變得比較OK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音量的部分 也可以做調節 我們可以透過HOME鍵的部分加方向鍵 可以在這邊調音量 好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一般音量最高是100 但是它可以做一些震力上的調整 所以我可以把它擴大到300多% 這樣的話可能稍微有一點破音了 但這部分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取決 就是如果有些遊戲 你希望聲音能夠大聲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調整 那基本上控制起來是沒問題 我把它調到最大聲 好那大家聽聽看這個聲音 其實感覺上是小小的破音 但是我覺得也還OK 那這個就是大家可以自由去 覺得自己去做一個設定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再來執行的是第一期的遊戲 那其實不管是畫面的流暢度 聲音到影像的部分都是非常OK 好那舊RK3026機器 其實之前有介紹過非常多的掌機 好那舊這台機器來講 我覺得是 我是喜歡它的外型 跟它的這個操作起來的一個感受 但是舊螢幕的大小 我還是比較偏派RGD-SMAX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接機的模擬器 好接下來是一架接機的模擬器給大家看 就是它這個這台的話 其實不管是實質或者是類比搖桿 它都是非常好出招 好那剛才有跟大家提到 這兩個是它的功能鍵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設定 那利有是把它設定成加速 那現在是一個預設的遊戲的速度 大家先感受一下 這個是原本的遊戲的速度 好接下來我再做一個加速 好現在已經加速了 好那其實加速其實不太適合用在格鬥遊戲 但是很適合用在一些RPG一些劇情遊戲上 好那左邊的話是減速 變慢跟變快都可以 好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在這個機器上面的話 它可以顯示說每個模擬器有多少遊戲 你可以自己新增 那你可以做一個影片上的設計 像這樣子停留一下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遊戲的影片的畫面 這個都是可以自己DIY去操作的 好那最後呢就是在這個關道系統上面 它有做很多的設定 它這邊可以讓你直接開終端 就是CMD 指令模式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安裝 或者是這個檔案管理到藍牙控制器等等 好那其他遊戲我就不測了 因為基本上它都是可以正常執行的 好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這次的差不多概念段落了 好給大家看一下收納起來就這樣子 其實是非常簡單非常可愛的 好那機器的部分呢 其實手感的話比較主觀 但我個人以自己的心得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舒服 而且非常好按的 但是螢幕的話就是我覺得比較可惜 比較小一點只有3.5寸 我就螢幕部分我還是比較喜歡 這個RGB10 Maze 好那這個怪盜系統 我會把它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下載 它是完全無償提供的 好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只要把記憶卡拔出來 插在電腦上 只要是Win10的系統 它就可以呼叫出這個Long的選單 你可以從這個記憶卡裡面 找到全部模擬器的資料夾 那你只要做的呢 就是把你對應的模擬器的遊戲放進去 你就可以在這個遊戲機上操作 好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價格吧 那我是從國外這個入手的 它一台是95塊美金 我個人認為它不是非常的便宜 但是這種東西就是買一個情懷 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今天影片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